TDWG Abba Kappa,我是Sky 大家好,我是Tako 歡迎收看COSER大小事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Tako來拍攝我們COSER大小事 那我們先讓Tako介紹一下他今天是出什麼角色跟作品吧 今天的作品是新窮鐵道,角色是托帕 對,帶著是小豬的 那Tako為了托帕這一套托服,是花了多久的時間準備呢? 準備的話,那個時候我想出這套的時候 都已經有獻獲了,其實等的時間不算太久 但如果只是單純想,朋友一開始介紹就覺得它很適合我 那可能差不多第一次托帕出來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這樣出一個角色算蠻久的 因為都會想蠻久的,我適不適合 或者要看一下那個角色,或者玩一下那個角色 那這就是我們Tako的答案 那Tako,你一開始是怎麼進入COSPERATE圈的呢? 第一次是跟學長2018年的時候去漫展 然後我跟學長一起走 就是我第一次出好生 第一次去漫展你就出腳了? 對 我想說本來應該是路人 過一陣子才會出腳 沒有,就是我第一次去就是出腳 感謝這位學長帶Tako入圈 不然今天我們就沒有辦法拍攝這一支影片了 Tako,你玩COSPERATE大概多久時間了呢? 嗯,差不多六七年了吧 哇,六七年也蠻久的了 這樣出腳有沒有破一百個腳? 有啊有啊 哇 我都常覺得你們這些COSER要怎麼收納這麼多COSER 我都很佩服你知道嗎? 就我會有兩個專門的櫃子去收它 對 想必一定要很大 就另外一個房間 我沒有在收到 另外一個房間什麼東西啊? 對,因為我有一個書房和一個自己睡覺的房間 在馬來西亞 兩個房間兩個房間 對,然後書房就專門做一些靠相關的東西 哇,這樣蠻了不起的 你的自願運用比一般人來得多 嗯,應該是這麼說的 希望以後可以看到Tako更多的角色呈現 那Tako,你最喜歡的東話作品是什麼呢? 我自己是喜歡黑紫士 最喜歡黑紫士 喔,黑紫士這個作品裡面有一個角色我很喜歡 就是洪紫士 洪紫士 嗯,洪紫士啊 洪紫士是誰 洪紫士就是洪夫人旁邊那位拿著電句的 啊,他就是在我印象裡面 我叫他葛雷赫 就是 他有這個名字沒有錯啊 對啊,就是 雖然說他一聲洪還娘娘的 但是,我自己認識的朋友好像都沒有在叫他洪紫士 喔,原來是這樣 但在我們台灣都會這樣稱呼耶 那我不知道 我在台灣就沒有什麼遇到過黑紫士的 對,透透這個影片讓我們兩人認知到洪紫士這個詞 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害我都自己納悶了 但是我確定 因為在台灣很多朋友他要說洪紫士 他就直接打洪紫士這個預定 喔,也算是讓各位了解一下這個名稱的差異性 那Taco,你最喜歡的漫畫作品是什麼呢? 漫畫 漫畫的話其實有蠻多 但,就最喜歡來說我覺得鬼滅真的就沒有 鬼滅,各位 曾經的最紅 曾經的最紅 世界超紅的紅蓮華 對對對 那你這麼喜歡這部作品 你要不要跟觀眾分享一下 這個作品呢,你最喜歡的點是在哪裡 我覺得他其實裡面有蠻多 很多在講關於就是感情之間的東西 不是愛情喔 就是可能友情,然後親情 然後也其實也蠻有展示到親情力量的強大 嗯,真的有,真的有 對,然後包括就是最主要還是堅持無懈的精神 你不要放 這很重要吧 在王道漫畫呢,要教導各位小朋友的呢 那就是堅持這個精神的傳達 相信在一幕面前的大家一定也都看過鬼滅之刃 也透過這個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宣傳鬼滅之刃給身邊的好朋友們觀看 那Totto,你最喜歡的遊戲作品是什麼呢 就心童鐵刀啊 哦,就是身上這一套 對啊,對啊 當紅作品 對一些人來說應該是很當紅的 那你最喜歡這個遊戲的那個核心 要不要跟觀眾們說明一下 它可以掛機啊 嗯,就這樣 就掛機刷素材 就掛機刷素材 掛機刷素材 別的遊戲不能掛機嘛 就是它可以去掛六場 就是刷素材會變得很簡單 原則又沒有辦法 就原則你一定要人為操縱去到處 哦,只有這個差異沒有錯 對 所以關鍵就是掛機 所以讓大家每個玩家可以輕鬆收穫到更多的資源 玩這塊遊戲 推薦給大家 那Taco,你會想要當那個全職的扣神嗎 因為你在幾個月之後 就要當社數的初心者了呢 嗯,真的嗎 我雖然偶爾有在自己賣咒 但我覺得 以現在來說 全職應該是不太可 對啊,為什麼 因為像我這邊 我剛剛有畢業 那我現在是大學四年畢業 學士班畢業 那有可能我會考慮去考研究所 但不是現在 對,但不是現在 而且我覺得 以全職COSER這方面來說 就是我覺得蠻不穩定的 因為我自己有經驗 所以我知道就是 你如果要做一個全職的話 就是你的時間 你的精神其實都會消耗很大 只要100%投入進去了 對,而且你的投入還不一定會吧 對,這是不一定的 並不是說你今天投過多少心力 出了多少腳 他就會反饋為金額 回到你的身上 這是不一定的 對,他需要一定的時間去經營 除非你有非常龐大的一個粉絲的基礎 那真的會有人為你現階段買單的話 那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首先就是我覺得要先過好生活 對,可能我中間會找一段時間我會工作 然後也會去找一些研究所的資料 但就是中間也會在擺攤 也會在做堅持的Causal那個周邊 但是就不太會去考慮這些 因為畢竟我沒有金錢基礎 我也覺得粉絲基礎沒有很穩定的情況下 以生活為主才是最重要 這是現實 興趣能夠當成職業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說他目前來說不是最優選的話 那你就只能把他暫時還是先當個副業 或者興趣會更好 不要給自己強加壓力 希望在螢幕前的觀眾 千萬不要把全職Causal當作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因為你們可能有時候都是看到全職Causal好的那一面 而忽略了在幕後辛苦的那個種種過往 那也很開心 那詢問Taco在這個時機點的一個寶貴的回應 那Taco你玩Causal Play的時候啊 是偏向一個人玩 還是找夥伴一起玩呢 嗯其實很多比較熱鬧 嗯 但現在的話 因為我目前在場來說 有認識蠻多朋友 但是因為搭時間都對不上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我一個人 就真的只有一個人在出這樣 唯一跟我會搭的小白還在台北 對 太遙遠了 太遙遠了 對 我一定在剛剛也就搭過那一兩次 對 高雄那麼多Causal 應該也可以找到搭當一起出的 就 他玩的 我 他看的我不看 然後我玩的 他 也 沒有在玩 所以我剛好錯開 你知道 對 有很好的朋友 對 但就是大家的 作品沒有重疊到 作品沒有重疊到 或者應該說 角色沒有重疊到 像我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 偏姐姐型的角色 對 然後我朋友都喜歡 蘿莉型的角色 因為他本身就長得蠻可愛的 所以說 那有沒有辦法搭呢 如果同一個 同一個系列的話 可以搭一下 但如果說是CP像 或者是 或者是那種比較 怎麼說 就是 比較符合 符合觀眾視野的 比如說兩個玉姐 或者是兩個小蘿莉 同類型的 對對對 應該是 就符合 符合邪性 對 就可能也會有姐姐跟小孩 但其實就是 對我來說 我其實會比較想要 可以有一點點 姐姐跟姐姐 我比較吃 對 如果想跟TACO 組搭檔的 他快要畢業了 趕快在影片下方留言 把握他在台灣的 這個時光 他應該會跟你們 組CP搭檔的 那TACO 你玩Postplay印象最深刻的事 是什麼呢 嗯 應該是 就是 大家跟我說 就誇我說 我很漂亮的事 嗯 你所謂的大家 不會是你男朋友吧 不是 我說的是 完全不認識的路人 路人 對 就突然走過來 天啊你好漂亮 然後我會覺得 天啊我好開心 就是 大家被稱讚 因為是被不認識的人稱讚 會有一些成就感 是很真實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算是 應該算是 每一個COSER都蠻難忘的 如果說你都被稱讚的話 這應該都蠻難忘的 那這件事就是TACO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了 那TACO 你的暱稱牛奶是什麼呢 嗯 因為當時有個學姐 她剛好要改暱稱 她那時候叫可樂 她想說我想當個渣女 渣女 對 對 對 然後她就 她就把她的那個 渣女的日文叫Kuduna 對 所以她那時候改的時候 就問我說 要不要改革 有點相關性的名字 嗯 可以啊 因為我當時候的名字 是 也算是大家通用 就大家第一反應 會想到奇蹟暖暖 一個遊戲啦 那當時我是叫暖暖 但我想說 要不我也改一個好了 那我想說 有什麼名字 是跟我學姐有關聯的呢 欸鯊魚有關係的 對 我就想到了章魚 對 因為章魚有八隻腳 喔 然後 當然不是都腳踏 怎麼會想 鯊魚 還有八爪魚 八爪魚 章魚 八隻腳 腳踏 八條船 對 那個時候想說 嗯 那要不就叫TACO好了 哇 TACO 我本來是以為說 她叫TACO 會不會是因為你很愛吃TACO 我其實更喜歡吃章魚燒 TACO 喔 章魚燒 人人愛 那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TACO名字的由來 那今天這問題呢 是針對TACO設計的 想要請問TACO 請問馬來西亞的Cost廠 跟台灣的Cost廠 你覺得差異性最大的是在哪個部分呢 嗯 我覺得應該是場地設計的部分 喔怎麼說 因為我第一次到台灣來的時候 就發現場地好熱喔 就 好熱 對 因為大家都可能就是都會在湖外 不會買票進場 那沒有錯 但馬來西亞的比較多的那個 漫展都會辦在百貨公司的某個展覽館裡面 或者是說旁邊會有一個相關的會場 嗯 那大家都可以吹到空調 都 是用冷氣吹 對 都有冷氣吹 不易的 這麼好 對 就大家就進場了之後 然後出場 好 那我們就在場外面晃一晃 到晚公司晃一晃這樣子 但這邊的話 就發現真的就是單純一個展覽館 然後外面就是 大家都在公園啊 什麼的拍照 那我們的話其實就沒有這樣 他這樣的說詞齁 我都覺得齁 如果高雄有機會辦在夢時代 好像呈現就會像他講的這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以台灣的現階段的環境來說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擁擠 因為馬來西亞的可能百貨公司走到的時候都蠻寬的 可以擺下一個檯子 但是 因為比較大 對比較大 但台灣的商場就可能顯得比較擁擠 可能會有問題啊 怕發生踩踏事件 對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說 我們有場地規劃跟呈現呢 就是馬來西亞的場次 跟台灣場次 TACO認為的最大差異 好 那我們來到節目的最後了 就到觀眾最喜歡的驚喜題目 這一題就是沒有Re過的齁 等下又要問TACO一個題目 讓他10秒之內回憶 那就是呢 TACO當然阿宅這麼久了 請問 如果 等一下你可以嫁給一個動漫人物 你想要嫁給誰 請皇上搬牌子 10秒內回答 開始 這個很簡單 真的嗎 很快就回答了 孩子是裡面的賽巴斯里安 哇 他是我永遠的老公 他沒有花10秒 馬上講 這個很帥 一定是真愛 不然他不會這麼快回答的 觀眾 對不對 來 再說一次 是誰 孩子是裡面的賽巴斯里安 好 那這就是我們TACO的答案 TACO今天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 關注我的臉書專頁 TACO不好吃 還有我的追蹤我的IG帳號 TACO 謝謝大家 以上內容 就是我今天訪問TACO的這些答案了 希望觀眾們會喜歡 我是SKY 我是TACO 我是TACO 偷舌大小事 下期見